这背后的照片就是8月9日 孟邦的地方人民国防军东尼中队的女同志 在确保缅甸南部毛弹棉到图瓦高速公路 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说不可第89集 今天是8月10日 是第48个克清烈士纪念日 在此时此刻 民族团结政府临时总统杜瓦拉希腊 发表了悼念讲话 他本身也是克清族 2023年的8月10日 这是纪念领导争取政治平等 自由自治权 革命斗争的伟大克清民族烈士领袖的日子 为了消灭克清革命 独裁者于1975年的8月初有计划的暗杀克清革命的领导人 这对克清人民来说是一个悲伤和痛苦的损失 但克清革命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自治权争取自由和建立联邦革命一直延续到今天 克清革命阵线 KIO KIA能够团结一致向前进 在这场彻底跟出军方独裁的春季革命当中 克清政治领导人与克清民族一道 与其他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共同战斗 当前是彻底反对军事独裁制度 实现民主平等的时代 正义充分享有自由和自觉权 现在是所有团结起来建立民主联邦的时刻到了 作为民族团结政府实现民族平等 这包括克清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所希望的 这是一个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 充分保障自觉和民主的政府 在2023年的8月10日 在克清烈士纪念日周日的48年之际 克清战士们宣誓 缅怀英勇牺牲的克清烈士及领导人 继续追求建立克清帮的革命目标 未来的民主联邦联盟 革命最坚决战斗最激烈的就是克清帮 还有克伦帮 克耶帮 还有清帮啊 也是军方最憎恨的这几个少数民族 最后克清独立组织KIO主席 英巴拉将军也发表了讲话 讲到包括大多数免族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在战斗 每一个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军方的政变 此时军方面临的巨大的危机 这是缅甸全国民族武装起来革命的时候 这是占人口多数的缅族也武装起来反对缅甸军人的时刻 这也是我们各个民族共同团结合作 共同抗击明昂来所代表的军队的重要时刻 英巴拉将军还向所有正在服役的克清独立组织人员 以及所有在战斗中服役的士兵发表了鼓励的讲话 主要是表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献出生命的战士 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永远记住他们 然后我们还要养育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既然现在是全国性斗争的时期 我们就有理由与大家一起努力继续革命之旅 克清独立组织克清独立军正在抵制和打击军事政变 目前在克清帮的帕赶和南山洋地区战事还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在军方陷入危机全国都在战斗之际 克清独立组织敦促大家一起战斗 这我们就看到了 这军方现在所谓的几百人还上千人在缅北 有的朋友也留言 到底有多少人不重要了 就是他在缅北在克清帮 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下一个报道 比较重要的一个金融方面 据日本的日经亚洲报道 加坡的大华银行已暂停了与缅甸所有业务相关的金融服务业务 并禁止军方进入全球的金融体系 在上周向所有的缅甸银行发出了秘密的通知 大华银行也暂停了所有的金融和银行业务 包括向缅甸付款 并对缅甸公民使用的万事打卡和VSA卡实施了新的制裁 缅甸国民仅可以在大华银行之间进行转账 进行国际存款 所有的付款均已经暂停 此外大华银行也宣布 也将禁止缅甸银行在大华银行香港分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储存外币 新加坡大华银行被誉为大型企业和富人国际组织和外国投资者 尤其是新加坡经营的缅甸企业的投资者的首选的外资银行 该禁令是回应美方向新加坡的施压 我们就看到不光是美方还有国际其他的组织在向缅甸军人施压 这次亚洲的新加坡也开始参与 要求其阻止向美军方提供服务的外国银行和金融服务 自9月1日起大华银行将采取此类行动和禁令 对欧元和金加坡元的主要货币禁令也开始生效 由于西方的制裁导致国际社会要求打击军方的贸易 呼声日益高涨 大华银行其实在1994年就在仰光设立了代表处 并在2014年首先成为了有银行牌照的外资银行 在2015年大华银行的缅甸公司与军方及富人开展了业务 它已成为大多数缅甸军方的企业的金融机构 包括外贸银行MFTB和缅甸投资商业银行MICB 目前大华银行的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华银行已经正式通知缅甸国际航空迈银行账户 将在8月关闭 联合国问题特使汤姆斯安德鲁 5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 新加坡广泛利用新加坡银行进行军火交易 已转移了数亿美元的军火转让款 涉及价值2.54亿美元的军火 及相关的军火贸易 去年的10月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监管金融机构 特别工作组将缅甸列入了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的黑名单 还有其他的两个国家 同样新加坡的其他的大银行 华侨银行和星展银行 也试图效仿大华银行 虽然华侨银行发言人拒绝评论 但是我们收到的消息 他也准备这么做 我们就知道国际社会动起来了 军方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们在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还怎么打呀 没钱了 怎么给下面的人开工资啊 没有钱去买武器 这个战争对缅甸军人来说不可持续了 因为大华银行这一件事情 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货币超发 还有通货膨胀 今天的免币又在下跌呀 一美元兑换3555免币 一人民币兑换了505免币呀 全球的金价就在下跌 而只有缅甸的金价却在上涨 因为民众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啊 只能去拿黄金来保值 而现在其实是有价也无事 很多人只有去买没人去卖啊 就是对军方的恐惧 军方后面的崩溃 金融体系的崩溃 短期内还是让民众遭受更大的一些损失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评论短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缅甸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